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可以放在桌上养的小盆栽 现在很流行那种疗愈小物啊 可以种一些小盆栽小植物 小朋友为什么会喜欢呢? 因为它很可爱啊 而且它是韩羞草 大家好,我是明明许阿米 大家好,我是韩羞法 嗨嗨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这个 这是小物哦 你可以放在桌子上,疗愈小物 它是植物哦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看吧 蛤? 小盆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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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还看得到呢 那边有很多东西 它说这里面是韩羞草 怕有附充电的它遥控器哦 它可以当小夜灯 也可以帮它照光 开关打开 它就会亮灯了 你可以当小夜灯用 也可以帮它照光 然后再把它关掉也可以哦 怕有附这个彩色的石头哦 只要撒上去 就可以装饰这下面咯 它就会变得美美 全部倒进去就好 等下再把它摇一摇就好了 成功 那里面还有随机扶这种一个公仔 你知道把它插进去 它就像在田间玩一样哦 所以把它放在这里 怎么样 有 抓到这边 嗯 这边 那把它放在哪里呢 我喜欢这个 因为祝母她讲的我不太清楚 然后 把好色头发 绿色衣服 我手太大了 哇 现在里面咧 我们这样子其实就完成咯 那我们来试下最后一个步骤 加水 加水 这边是加水的地方 然后这边有标线 水不要低于红色的线就可以咯 它会自己吸上去 所以它到红色的线的时候 你再把它加水加上来就可以了 然后姐姐也可以试着自己加呢 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把它放在窗台 让它晒太阳 然后它说如果有黄黄的叶子 要把它拆 剪掉要小心点 不要剪到它的主干呢 因为不然它会水掉一掉 这个就是LED疗愈小盆栽 这是郊游区哦 很可爱耶 这是我们在FB上面找到的哦 喜欢的人可以去找找看 最后说什么 谢谢大家 拜拜 我爱把它剪光 它会发亮的对 嘿 哎 �fa宝探 大晓 它 esurV å